雷击是雷雨天气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种击穿空气的放电现象 常见的有带电云层间的放电与带电云层和大地间的放电 我们这里关注云层和大地间的放电 雪雨天云层是会携带大量电荷的 带电云层与地面会形成一个大电容 中间的空气就是介质 对电容稍微了解的同学都知道 电容会存在一个击穿电压 超过这个电压就会击穿介质迅速放电 云层与大地也类似 如果电荷积累到一定数量 就会击穿空气并迅速放电 云层与地面距离较远 几千米到数百千米不等 中间空气电阻太大 必须积累到一定的电压才会击穿 这使得击穿电压很大 击穿电流也很大 如果有人正好处在导电通路里 那就相当危险了 正如前所述 想要击穿空气 就要将电荷积累到一定数量 相应的越容易积累电荷 那么雷雨天被雷击中的概率就越大 那么怎样比较容易积累电荷呢 首先要与大地导通 才能使大地的电荷传导积累 其次由于电荷喜欢向着趋绿小的地方跑 所以越尖锐越容易积累电荷 尖端放电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碧雷针就是将这两个条件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铺垫了这么多 现在言归正传回答这个问题 身体里面有钢钉 一般打在骨头处 只要没有露在皮肤外面 就不会明显地改变人体的导电性质 又没有增加尖端 根本就不会增加被雷劈的概率